温州动车惨剧引发国内的名分高涨 正在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国务院7月26号突然将铁道部长盛光祖等官员 紧急撤离温州 召回北京 外界分析事态极不寻常 这起事件已造成国内的政治经济大地震 胡温可能会趁势换下大批的官员 整肃由江泽民派系长期经营的 铁道部独立腐败王国 23号 涉江温州动车追尾相撞事故发生后 调查还没有结果 官方就急忙定性为天灾 72小时的搜救时间连三分之一还没过 当局就开始掩埋车头 毁坏证据 专家分析 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香港东方日报斥责中共将高铁豆腐渣赖天灾 是人祸国耻 而中宣部下令要求各地媒体不怕记者去采访 特别要管好报刊和网站 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 不做反思性报道 26号 新华网公布温州动车事故死亡人数为39人 而上海东方卫视记者说死亡63人 另有医院目击者称死亡占200人左右 造价超过三峡工程的中国高速铁路 造成铁道部的负债总额 从2008年的8000多亿人民币 激增到2010年的近19000亿 高铁专案被外界指责是中共的政治面子工程 他主要是为了要支撑中共的这种政权的非法性 屠杀性的账管 他这个目的就造成了就是他要在这个高铁的技术方面 速度方面 是吧 等等方面一定要改造所谓的世界灵 是吧 那么在这样一种动机下的话 他可以对各种的安全措施啊等这些东西 就是或者是这个明明知道存在着这些人的隐患 但是呢 他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这种驱动力下 完全是一步步 当局24号免去了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等人的职务 由总调度长安禄生接任 而安禄生却因2008年交集铁路两车厢状 导致72人死亡 416人受伤的人为事故被免职 网友愤怒的说走了一头狼来了一头柴狼 百姓是任人窄割的羊 网民批评当局救援迟缓 要求铁道部长盛光组下台的呼声持续高涨 盛光组在2008年出任海关总署署长时 就有传闻他是江泽民的表职 今年2月盛光组接替金府办下台的刘志军就任铁道部长 铁道部一向财大势大 曾拥有自成一体的警察 通讯 医院 学校 司法等系统 堪称铁道独立王国 武汉养路工出身的刘志军 96年升任铁道部副部长 2002年被江泽民提拔为铁道部党委书记 03年出任铁道部长 据知情人披露 每次江泽民乘坐专列到各地视察 刘志军必定放下工作 全程陪同 以保证万无一失 2006年 刘志军的弟弟 有天下第一票贩子之称的武汉铁路局副局长刘志祥 因为故凶杀害举报者被判处死缓 仅从他家中搜出的发霉的现金就有3000多万 2008年 刘志军依仗江派势力 立抗交通运输部的兼并 挫败了主导机构改革的团派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博信网披露 刘志军在位期间 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 贪污腐败工程款到卖火车票 总额高达600亿人民币 其中与刘志军家族有关的达120亿元 刘志军曾计划用20亿元买官做副总理 财新新纪元杂志披露 刘志军的情妇多达两位数 与他有权钱交易的山西女富商丁舒苗是主要介绍人 其中包括他投资的电视剧《新红楼梦》的女演员 另一位被中纪委双规的铁道部原总工程师张曙光 被称为中国高铁技术电机人 他转移到海外的存款达28亿美元 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也被停止审查 香港《东方日报》指出铁道部弊端丛生 盘根错节 在温州惨剧调查及善后的紧要关头 铁道部长盛光祖等官员被紧急从温州召回北京 中共中央这次可能趁势大换血 撤换大批官员 新唐人记者刘慧 李元翰 朱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